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七 什么都不怕 哪些日子出生的人阳气最重 一 五月初五端午节出生的人阳气重 五月初五端午节是全年阳气最盛的一天 所以这一天连地上阴气最重的毒虫都会被阳气逼得爬出 因此过去在有端午节喝寻荒酒等传授 这一天是阳气到最高点 即将向阴转变的时刻 所以在这天出生的人阳气最重 二 九月初九重阳节出生的人阳气重 九月九日也是阳气很重的一个日子 因为九是最大的数 也是阳气很重的一个数 而九九重阳节这一天两个九叠加 便因此成为阳气很重的一天 在这一天人们会选择登高 这样能抒发身体的阳气 因此在这一天出生的人阳气也很重 三 大年三十或初一初生的人阳气重 大年三十或者初一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隆重的日子 意味着新的一年的开始 虽然仍然在寒冷的冬季 却被称为春节 预议着春意已经在暗中萌发 是从阴向阳转变的时候 而因为人气旺 这天出生的人也属于阳气很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以上几个日子属于阳气兴旺的日子 因此在端午 重阳 还有大年三十 或初一在这几天出生的人阳气最重 阴气重的人对治方法 阴气重会对身体不好 损财 应该想办法增加自己的阳气 一 巴斯弱的人一号女色就倒霉 巴斯特别强的贪官 招惹太多女色 照样落马 二 一定别看色情的东西 一看保证气场更弱 气场一弱 周围的人会莫名其妙地欺负你 瞧不起你 三 多晒太阳 多运动 四 一定要早睡早起 巴斯弱的人熬夜那时火上浇油 五 饮食尽量清淡 少吃大鱼大肉 生猛海鲜 这会让阴气更重 多吃新鲜蔬菜 水果 白天多吃 晚上少吃 六 孝敬父母长辈 会让自己巴斯迅速增强 七 多多暗地里做好事 基因得 也会让自己阳气莽增 八 诵经持咒 得到漫天助神加持 吸引力反则 多靠近命好的人 你的命会越来越好 生活中或者是工作中 我们都会经常听人说 这个人命真好 在佛教这句话是不对的 并不是这个人的命好 只是讲究因果 不会有人无缘无故得到什么 也不会有人无缘无故失去什么 一个人命好是因为他的心好 心好的人命运才会好 而不是因为他命好 所以心才好 佛法其实就是心法 从心理出发 而不是行为上 行为上的好 那是表面上的好 只有心理的好 才会带动你行为上的 像有心转 也有心生 一个人的长相 是心灵的体现 一个人的语言 行为也是从心理出发的 因此 命好的人 必定是心好的人 因为有了福报的积累 所以命好 在你学佛的过程中 在你生活中 在你修行之中 多靠近命好的人 你的命运也会慢慢变好 这是因为你在靠近他的时候 不自觉地会被他感染 向他学习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多靠近命好的人 你的命运也会越来越好 多靠近心善的人 你的心你也会越来越善 命好的人都具备这四个特质 你中了吗 一 心态乐观 生活中 总有很多人 面对一些小事 就容易陷入负面的状态中 不是抱怨 就是埋怨指责 结果导致自己身心疲惫 做什么事情 也是丧其满满 烦恼的东西 总能给我们带来烦恼 而且也能让我们 陷入悲伤中 一味的沉溺 在这种情绪里 只会给我们带来 更大的伤害 因此 无论什么时候 我们都要心态乐观 这世界上 最有力量的东西 往往就是微笑 以及积极的心态 只有这些 才能助你摆脱 人生当中的阴霾 拥抱幸福 二 宽容 宽容的心如同漏斗 可以过遇到 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而复杂的心 去爱戏脚 习惯为一些 计毛算平的小事 烦恼 很多时候总认为 自己有很多 过不去的坎 其实这一般 都是自己的心态造成的 心不宽 何以凭往事 只有心放宽点 多期待一些 美好的事物发生 你的人生才会快乐 有人说 宽容 最是对别人的释怀 但也是对自己的善待 人生不过 匆匆百年 何必念念 不忘一些过往 唯有以宽容的心态 对待过往 才能提升 你的幸福值 你才会有好运 三 善良 善良是一种美德 生活中 很多人都愿意 靠近一个善良的人 而不愿意 靠近一个 内心阴暗的人 俗话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世界上 东西讲究因果循环 虽然很多东西 你付出了 不一定得到回报 但是 你有这么一颗心 在将来就一定 有所回报 一般命好的人 都有善良的心 但善良并不意味着软弱 但同时 善良也要具备一些棱角 只要别人 不随意践踏你的底线 触碰你的原则 你的善良 才是生命中 最顶级的品质 四 自信自强 自信是最自我的肯定 也决定着一个人 为人处事的态度 一个自信的人 做什么事都能给他人 带来一定的安全感 而内心自卑的人 做什么事 也是围围缩缩的 所以 这类人面对机遇的时候 往往会错失 生活中命好的人 都很自信 这也宣示着一种 他们对待人生的态度 是积极乐观的 这种人通常也很独立 所以他也能更好地面对 和解决人生中复杂的事情 他们也知道 退缩或者是不自信 只会使自己越来越胆小 不管追求什么东西 都会缺乏一定有气 既然无从面对 那又怎能得到 人生中最好的馈赠呢 所以 他们深知这个道理 也知道 只有那些打败不了自己的 最终会让自己更加强大 这五种女人命最好 更容易得到菩萨保佑 看看有没有你 我们所有都有常说到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 命好还是不好 有一定程度上 是天生正在而来的 但还有更大程度的一部分 是要靠自己的修行 积德而来的 而在后天方面 最关键的部分 还是要靠自己的修养 以及心性 漂亮的女人是钻石 聪明的女人是宝藏 可爱的女人是名画 内脸的女人是珍珠 你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宝藏 里面装满了金子 钻石和名画 孝顺父母的女人 父母是我们家中的菩萨 懂得孝顺父母的女人 就是在孝敬佛菩萨 佛菩萨自然也会非常喜欢 这种女人 天生就会得到 佛菩萨的庇佑 她的一生都会因她的孝心 善良变得顺利 富足 懂得感恩的女人 感恩的女人 充满责任感 自立 自尊 追求一种阳光的人生境界 将感恩化作一种 充满爱意的行动 实践于生活中 说到他人欣赏和尊敬的同时 并且感染周围的人 积极的处世 智慧的生活 这样的女人 人生一定顺畅 简单知足的女人 纷繁复杂的世间 万物皆无常 只有随缘自事 才能拥有快乐 不奢求 不执着 不贪恋 不奋满 越是简单知足的女人 越容易触碰真正的幸福 知足常乐 懂得知足的女人 不会要求的太多 她知道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能强求 一切随缘即可 不会强求 也不会执着 因此 这样的女人 会活得自在潇洒 佛菩萨 虽然也会跟随一生 心怀善念的女人 心怀善念 怀有善心的女人 每一次的行善不失 利益他人的同时 也在为自己 积累着点滴的福报 当你怀了一颗菩萨心肠 时间久了 自然而然 能够修得菩萨之相 自然也必定 能够得到 佛菩萨的殊胜保佑 学佛修行的女人 听闻佛法的女人 她身上会带有佛光 身边也有 四大保护神必有 这样的女人命好 就算是业长深重 听闻佛法后 坏命便好命 因为她深知 事件千万事 皆在因果中 她懂得如何化解 如何改变 学佛的女人 福报很深 是我们的未来佛 遇到这样的女人 请好好珍惜她 特别提醒 八字风水不是迷信 正确地利用一斤风水 化解命中难题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